南韓的外交部 在昨天的時候他講說 如果你朝鮮派兵進去 俄羅斯協助你們作戰來講的話 那我們南韓也要派軍隊 到烏克蘭去協助烏克蘭作戰 哇 這下子好了 歐巴 我們這些 這個韓國的隱形 不曉得會不會被派到 烏克蘭去參戰 我們很多觀眾 我們都很喜歡看韓劇 那歐巴如果到烏克蘭去打仗的話 我們就看不了這些帥哥 明星 還有這個男團女團的表演 然後這讓我們感到很遺憾的地方 朝鮮到底有沒有派兵 這個到俄羅斯去支援俄羅斯 這個跟俄羅斯戰爭有沒有支援 那這個目前有兩個國家說有 一個是韓國自己本身南韓 另外一個是烏克蘭說有 那當然就俄羅斯跟這個朝鮮來講 他們是否認的 但是你要問我說有沒有 我可以這個我個人的觀察 我認為一定是有 那朝鮮跟俄羅斯那種叫官方語言 叫外交此理 當然他否認說沒有 那為什麼我說有呢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朝鮮來講 因為第一個南韓他們發布的訊息 是說有四艘這個登陸艦 另外有三艘護衛艦 然後帶著北韓的士兵 到達俄羅斯那邊的港口 那他說總共是一千五百人 然後根據我的經驗 四艘這種軍艦 一艘概略的運兵量是一個營 就是五百人左右登陸艇嘛 就是在菲律賓的 馬德雷3號類似那種船 因為我以前也坐過這種船 所以我知道那一艘船的運量 就是以一個步兵營 這個為裝載的一個基數 所以說他說四艘 然後一千五百人 其實這個數據是蠻相符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就法來講的話 可不可以當然可以 因為俄朝雙方都已經簽訂了 軍事同盟的條約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的國家 被侵略來講的話 我就可以派兵去協助你作戰 那現在來講的話 朝鮮這些士兵進入俄羅斯之後 現在來講如果說 到烏東地區頓巴士那邊去打 當然會有爭議 因為這塊領土到底是烏克蘭的 還是俄羅斯的 我們不敢確定 可是有一個地方 確定是俄羅斯的領土 那就是庫斯克 所以說烏克蘭去打庫斯克 最大最大的一個這個自己的敗筆 就是你去入侵了俄羅斯的領土 觸動了這個俄朝的軍事同盟條約 所以朝鮮這時候 當然就名正言順 可以派兵去協助俄羅斯 來這個做這個驅趕 這把你趕回去的這種動作 這戰爭的行為 那第三個我們就說 我們來看看就是 朝鮮如果說入俄來講的話 他有沒有能力作戰 我覺得也有 為什麼 因為朝鮮本身他用的武器 就是俄羅斯俄系列的武器 尤其是像炮兵 這種火炮 他的射擊指揮等等這些方式 都跟俄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很快可以接收俄羅斯的武器 很快可以完成這個換裝的一種訓練 他本來就是用這個系統 所以他很快可以換 就是絕對沒問題 甚至於簡單的來講 那步槍更不用講了 他們用的步槍都是AK系列的步槍 那地雷啊這些 這個我想說應該系統都相符的 甚至於我認為說是 甚至於連無人機 那他們來講 彼此都已經合作過一段時間 都會操作 唯一一個可能會有困難的 就是這個語言可能不通 但語言這也不成問題 因為他們只要畫戰鬥地徑線 哪一塊區域 屬於你朝鮮來負責的 這個作戰地區 哪一塊區域 這個是俄羅斯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動作來講 我認為說是朝鮮入 朝鮮到俄國去協助的可能性很高 然後緊接著下來 我們如果說是要探討 他去以後能夠做什麼 我認為他當然他直接跟這個 這個烏克蘭士兵交戰的可能性 可能比較不大 但是很可能他會做什麼 他很可能就是協助俄羅斯邊境的防禦 我們都知道當這個 北約把這個波蘭 參加進入北約之後 那這個俄羅斯跟北約的 這個接壤的這種臨界線 國境線更多了一千多公里 在這種狀態下 他當然要增加他對於邊境守備的一些兵力 來能夠增加這方面的能力 所以這時候朝鮮的部隊可能去協助他的 就是協助他某一段國境線的防禦 讓這個地方的俄軍能夠抽料出來 來對烏克蘭 參加對烏克蘭的打擊行動 這是我認為他去那邊會做的動作 那對朝鮮有什麼好處 對朝鮮當然有好處 第一個賺外匯 我們知道朝鮮這時候可能經過疫情之後 他在經濟上面確實是受了一些打擊 那也影響 有一些影響 那如果說是這些士兵到俄羅斯去打仗 他當然可以收外匯 可以賺取一些這個僱傭軍的費用 那對士兵來講的話有沒有好處 當然有好處 我們講眾賞之下必有勇夫 那目前我知道的訊息 這些入俄作戰的這些朝鮮的官民來講 他們的待遇 是在他們自己本國服役的一倍以上 那當然多了將近一兩千塊美金 那對於朝鮮這種國家 如果說一個平均國民所得 他一個月可以多一兩千塊美金 那當然是對他們來講是重傷 所以我覺得有沒有士兵有沒有這個意願 有這個意願 國家有沒有這個意願 所以說有沒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能力 在法律上面可不可以也可以 所以我機遇以上四年 我認為這是朝鮮入韓 入俄來協助俄羅斯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尤其是我們那時候看到南韓是什麼樣反應 南韓是說居然說南韓的外交部 在昨天的時候他講說如果你朝鮮派兵 這個進入俄羅斯來講的話 南韓來講他召見了俄羅斯的大使 召進來跟他講說你如果說是讓朝鮮的官兵進去 俄羅斯協助你們作戰來講的話 那我們南韓也要派軍隊到烏克蘭去協助烏克蘭作戰 哇這下子好了 然後歐霸 我們這些韓國的隱形 不曉得會不會被派到烏克蘭去參戰 大家不要認為不可能 大家為什麼會有這個 南韓軍隊為什麼 韓國的這種外交官 為什麼會對俄羅斯的大使提出這種警告 大家會心裡想說那朝鮮派部隊到俄羅斯 不是剛好讓他沒有能力去攻打你韓國嗎 那你幹嘛這時候要去激怒俄羅斯呢 其實大家要知道這次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朝鮮派兵進入俄羅斯來協助他作戰 那如果哪一天這個南北韓發生戰爭來講的話 那俄羅斯當然就 理所當然可以進入到朝鮮來協助朝鮮作戰 所以說南韓這次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這是第一個 因為代表以後來講 如果說是在朝鮮半島發生有戰爭來講的話 那俄羅斯勢必 這投桃報李 也會到這個朝鮮來參戰 那對這個南韓來講 他如果說是美軍到底能夠幫他多少忙 當俄羅斯這隻北極熊要進來的話 其實是威脅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後續可以有待再繼續觀察 當然我們都希望是東北亞和 不管是全世界了都應該和平相處 尤其是東北亞距離我們臺灣又非常的近 那當然不希望在這邊發生有任何的軍事的爭端 不然的話都不是人類之福啦 可是我覺得在美國這一直不斷的挑弄之下 讓這個朝鮮跟南韓走到這一路 那如果說萬一真的打起來 真的是影響到我們很多觀眾 我們都很喜歡看韓劇 那歐巴如果到烏克蘭去打仗的話 我們就看不了這些帥哥明星 還有這個男團女團的表演 這讓我們感到很遺憾的地方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你呢